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今年以来,台积电股价已经上涨超80%,近两个月以来已涨超28%,但这涨势让川普泼了一头冷水。 美总统候选人川普最近表示,台湾作为晶片生产中心,应当向美国支付保护费,因台湾拿走了美国100%的晶片业务。 此举不仅加剧了半导体类股的抛售,台积电随后在美国的下跌幅度更是高达8%。 另外,台积电7月下旬的说法会,公布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第二季度,营收为208.2亿美元,同比增长40%,环比增长10.3%,创造了新的佳计。 这不仅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,还创下了新的季度,营收记录。 台积电报表的战斗力,再次彰显了其在行业中无可争议的稳固地位。 与前一季度相较,第二季度,营收也增加了13.6%,净利润增加了9.9%。 基于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强劲需求,尤其是在AI、HPC、智慧型手机等领域对先进工艺的迫切需求,三奈米等正成为台积电的利润池。 从出货量来看,第二季度,三奈米出货量占晶圆总收入的15%,2023年,三奈米营收占全年营收6%,在第四季度占比已达15%,而在今年第二季度,由于代工营收全面提升,三奈米占比分量依旧十足。 今年可以说是台积电三奈米普及之年,由于三星三奈米失势,苹果、高通、辉达与AMD等厂商已经大举包下台积电三奈米产能,订单甚至排到了2026年,这一表现也是实至名归。 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的营收已占晶圆总收入的67%,其中5奈米制程占35%,7奈米制程为17%,在先进工艺层面台积电依旧傲视群雄。 在应用层面,财务长黄仁昭称,台积电第二季度三奈米强劲抵消智慧型手机的季节因素,HPC营收既增28%至52%,营收贡献超过占比33%的智慧型手机。 台积电的强劲表现可以说在情理之中,但在此次说法会上,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高调宣布了台积电未来的重要战略方向,晶圆代工2.0,这对台积电未来发展或产生深远影响。 这一新愿景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晶圆代工服务,还进一步扩展至封装、测试、光照制作以及记忆体制造等IDM产业的多个环节。 魏哲嘉强调,通过这一战略升级,台积电将构建更加完整的产业链生态,以更好地满足全球客户对高效能、高效率半导体解决方案的需求。 其对手英特尔,也已经先前推出为AI时代打造,更具可持续性的系统级代工。 三星结合其代工、记忆体和高级封装、AVP独特优势力推的AI平台及解决方案,三大代工厂商的劲夺,也将走向全平台的全面对决。 在晶圆代工2.0的框架下,魏哲嘉对今年晶圆代工产业的增长持乐观态度,并预测该产业将实现10%的增长。 着眼于需求走势,台积电在强势推进工艺路线图和产能扩张。 目前,5奈米、3奈米制程产能利用率已达100%,其中,3奈米为应对各厂商需求加速扩产,下半年月产能将逐步由10万片拉升至约12.5万片。 作为3奈米工艺之后的全新节点,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系列将采用全环绕炸机GAA架构,高阶版本则还会用上背面供电BSPR技术,进一步提升晶片密度和速度。 预计2奈米最快2025年第四季度量产,目标月产能3万片,随着未来高雄厂区放量,预计逐科高雄厂合机月产能将达12万至13万片。 据说,N2技术的引入,预计将是台积电最高代工报价,从3奈米工艺每片1.9万至2.1万美元。 2奈米工艺每片报价上升至2.5万至2.6万美元。 花旗预计到2025年底,包括汇达新款AI GPU在内的全球大多数伺服器AI晶片将迁移到3奈米工艺, 甚至部分可能将尝试台积电更昂贵的2奈米工艺,这将为台积电带来更大规模订单。 其3奈米工艺利用率预计将至少在2025年保持供不应求状态。 在AI军备竞赛之下,台积电不止先进制程订单大排长容,先进封装也一样拿到手软。 凭借其领先业界的2.5D3D先进封装,吃下市场5奈米及以下制程订单,且产能源无法满足需求。 为此,台积电也在大举扩张QoS等先进封装产能。 台积电表示,2025年QoS产能将较2024年翻倍,期盼2025年供应紧张缓解,2026年走向供需平衡。 据悉,台积电位于中科的先进封装测试5厂,在2023年兴建,预计2025年量产QoS先进封装,位于苗栗竹南的先进封测6厂。 2023年6月上旬启用,整合SOIC、INFO、QoS及先进测试等,位于嘉义的先进封装测试7厂,原规划2026年量产SOIC及QoS。 台积电预估,QoS先进封装产能年复合成长率超过60%,尽管台积电在法说会上先进工艺和先进封装的路线图、产能等是业界关注的焦点,但台积电是否调高全年资本支出亦是重点。 这代表在地缘风险大增之下,台积电对半导体市场冷暖预期和布局力度。 本季度,台积电宣布了63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计划。 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台积电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,也体现了其在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方面的不限努力。 对于2024年全年营收,基于其积极的市场表现和技术优势,魏哲家宣布将台积电今年的营收增速指引上调至20%区间的中断,即24%至26%。 原本台积电在上次法说中,评估今年的业绩增长幅度在21%至26%之间,这次法说会则进一步缩小区间。 在资本支出方面,黄仁钊表示,2024年资本支出下限提高,自原先280亿美元,调整至300亿美元,上限仍维持320亿美元。 这一调整不仅反映了台积电对当前市场环境的准确把握,也体现了台积电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。 展望第三季度,黄仁钊提到,预计台积电第三季度营收介于224亿至232亿美元之间,相较今年第二季度208.2亿美元营收,激增7.6%至11.4%,单季美元营收将再次挑战,历史新高。 业内人士预估,台积电全年营收将突破880亿至905亿美元,毛利率将达54%至55.5%,净利润将维持375亿至400亿美元高位。 总体来看,尽管川普的一句话就让台积电大跌,也让未来发展增加变数,但魏哲家称,台积电海外布局不会因此改变。 魏哲家提到,台积电目前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、日本雄本建厂,未来还包括欧洲的德国。 他强调,这是台积电为应对地缘局势所做的布局,不会因川普说台湾拿走美国100%的晶片业务而改变。 就建厂进度来看,台积电已陆续在美国亚利桑那、日本雄本以及德国等地设立新厂。 其中,雄本一厂已经于今年初正式开幕,并开始运作,并获得日本政府补助。 雄本二厂已开始进行整地工程,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工建设。 台积电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,为了应对持续存在的地缘担忧和全球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,台积电已采取措施加强成本和利润控制。 这包括利用其竞争优势提高代工报价,同时降低设备采购成本。 台积电在6月底宣布了对旗下产品进行涨价,这次涨价主要针对3奈米和5奈米工艺产品。 其中,3奈米和5奈米AI产品涨价5%至10%,非AI产品涨价0%至5%,先进风刀价格将上涨15%至20%。 即便如此,台积电订单列表里的客户依旧大排长龙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